新北市金山漫游举办年度工作成果展 今年是以旅宿业为主题 目标是要整合在地的旅游资源 将影片书籍还有QR Code系统导入旅宿平台 既有合作行销 推广北海岸的观光带动地方发展 金山区的创生品牌金山漫游举办年度工作发表成果展 今年以旅宿业为主力 目标将影片新书与系统QR Code 导入在地的旅宿业 让金山甚至是整个北海岸的食宿游购等相关产业 透过旅宿业的平台推广宣传 让更多到访北海岸的旅人深度认识北海岸 找到一再到访北海岸的理由 金山万里三支石门这四个行政区 它的东侧是基隆 它是36万人的城市 它的西侧是淡水 它是20万人的城市 从基隆到淡水有整整60公里的海岸线 最大的住宿能量在金山万里 我们有22家温泉旅宿业者 2200个房间 每一年有200万的国内旅客 有200万的国际旅客 所以我们如何把在地很多的能量 透过旅宿业者传播出去 所以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一次我们邀请的就是我们会有 很大一部分是把地方的产业 跟我们的观光旅宿业者去做合作跟串接 然后把地方能量传递出去 所以旅宿业是我们最主要邀请的对象 与过往的工作成果发表不同的是 这次许多的成果都与在地旅宿业有相当大的合作 像是发表全新的影片 以北海岸春夏秋冬为主题 推广地方景点与产业 以及新书的发表是集结了 北海岸在地的人文地景产等特色 为阅读者造访到访北海岸的动力及理由 更加将在地食宿邮购等相关产业系统QR Code 导入在地的旅宿业 让不论是在地与外来客 都能够轻易的挖掘发现北海岸的特色 那其实我们很感谢就是 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经营伙伴 也可以很感谢在地的区长他们 等下还有一些产业的一些支持 那一同为我们金山来做一个不一样的 这个新世代的来临这样子 那所以呢我们期许这样子金山在 这样的一个模式下的一个成长 可以让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经济效益 也让我们的金山更多的人 留在金山回来金山一起共事 其实有各位的支持我们都要办法往下走 我记得我在办论坛的第一天呢 我就告诉自己只要这个论坛呢 有人参加我就会持续办下去 那我们会持续对动这样的工作 但只要有一天这个论坛没有人帮忙 就代表这个地方是不需要这样的内容 那这样我们就会把它停掉 那很庆幸的从第一次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已经超过60场了 已经超过60场了 纵使中间有三年的疫情 那很多次的停停停停停走走 但我们是一路走到现在 所以明年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 要继续往下走 那也希望可以继续得到各位的支持 金山漫游为了帮助更多食素 邮购等相关产业的创生 在这次的成果展中也特别颁发聘书 给各项领域的地区老师与特别顾问 期待在每个领域中成功导师的带领之下 有更多的创生伙伴一同加入 建议丰富金山的创生量能 也让北海岸的经济更蓬勃发展 季教评和金山采访吧